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140集 王级智能战机和洪荒级智能战机都悬浮在半空 罗锋从王级智能战机中取出一套黑身套装 脚踏顿天梭 又飞进洪荒级智能战机内 关注 黑身套装 罗锋放在座位上 黑衣男子洪微微点头 洪心中却难得的有些哭笑不得 因为他卖出的智能战机的智能都是简单智能 听从洪命令的 洪命令的智能战机听从罗锋的 那战机自然服从 而如果罗锋和洪都下达命令 那智能战机实际上是会服从最高权限者洪 罗锋死讯传开 洪收回智能战机 并且收回那套黑身套装 而得知罗锋出来了 洪又连忙将那套黑身套装放了回去 老天呐 他洪什么时候这么丢脸过 还好 没人知道这事 罗锋 我们就在这分开吧 黑衣男子洪道 是 关注 罗锋也顾不得其他的 和其他两位超越战神存在 打了声招呼 随即脚踏蹲天梭飞出去 进入自己智能战机 一号 回家 罗锋下令到 搜了一下 深蓝色智能战机瞬间飙升到十倍音速 朝华夏国江南基地市扬州城飞去 天灰蒙蒙的 没有阳光 寒风呼啸 卷起落叶 明月小区中有不少孩童少年们 却是不顾寒冷 在寒风中进行一些身体力量型 敏捷型 刀法等训练 明月小区内的武风是很浓的 周围都站着不少家长 其中就有些舞者们在这指点这些孩子们 看 飞行战机 诶 是深蓝色的 和罗锋战神的很香啊 是很香 简直一模一样啊 小区中不少人都惊讶抬头看向半空中 一架深蓝色三角形战机 正在降落 骡子草坪上 哗的一下 舱门开启 背着一个超大背包 穿着简单黑色休闲衫的青年 迅速朝一栋别墅跑去 原本远处看着的 小区内的许多大人孩子们 咯咯愣出来 震惊地看到那青年模样 罗锋 是罗锋 见鬼了 这极限武馆不是公开宣布死了吗 我们基地市武馆内部 还举行盗念会的 很多人完全傻眼了 陈哥 回头聊啊 奔跑中的罗锋 和有些傻愣愣的陈谷一笑 罗 罗 罗 陈谷惊恶看着罗锋 指着罗锋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盗念会上 当初火吹小队成员们 个个都伤心得要死 呀的 活过来了 今天的明月小区 注定是要热闹无比 今天的江南基地市 也注定热闹无比 罗锋家的院子内 弟弟罗华和母亲 龚心兰站在那里 旁边就是一些保镖 用人 小凤 龚心兰连忙喊道 妈 罗锋连忙跑过去 母亲跟一年多钱比 明显老了不少 罗锋不由笑看眼罗华 狄声道 怎么回事 这千年黑乌根 你没有泡酒 让爸妈喝吗 罗锋早跟弟弟说过 这千年黑乌根泡酒之后 让爸妈和弟弟一起喝 而罗华和父母 当时都说不着急 看能不能找到 其他的亲人 到时候也能分点 哥 我等会儿再说 罗华连忙摇头 爸呢 罗锋很疑惑 一年多没见 按照父亲的脾气 早就出来了 你扒在屋子里 龚心兰拉着儿子的手 朝屋里走去 安静房间内 在床上的父亲 罗洪国正躺在那里 当罗锋推门进来时候 罗洪国眼中有着 前所未有激动 他以为永远失去的儿子 再一次回来了 站在他面前了 罗洪国甚至于 想要从床上起来 罗先生 你不能动 小心你的腰 旁边两名护士 吓得连忙跑过来 爸 你怎么了 罗锋脸色断变 连忙坐在床边 握住父亲的手 眉头深深皱起来 爸 不对 你脸色湿血 怎么都不能下床了 没事 医生说 休养个一年半载 就差不多了 罗洪国露出笑容 那是从内心深处 发出的笑容 爸 能看到你啊 就是再重的伤 都不算什么 今天 我是真的真的很高兴 很开心 非常开心啊 说着 眼角都有着一丝 充满喜悦的泪花 罗锋连忙点头 心中却是有着一丝 怒火和疑惑 不对 罗华 这到底怎么回事 罗锋看向弟弟 你们都出去 罗华朝两名护士一挥手 两名女护士连忙离开 房间内 只剩下罗家一家四口 罗华看着哥哥 哥 是我没用 不能怪你弟弟 病床上的父亲罗洪国 连忙伸手阻止 小锋啊 这段时间一来 特别是极限武馆 公开宣布你死讯了三个月 我们家就不得安宁了 各种各样的手段 对付我们一家 甚至于 利用小区的一些居民 你妈这段时间 天天只能吃 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啊 罗华脸色铁钳 拳头握紧 目光犹如针芒 罗华 罗锋看向弟弟 声音低沉 告诉我 是李奥 罗华深深吸一口气 从三个多月前 李奥就通过一刹联盟 使用各种手段 对付我们家 虽然他不敢 直接杀 极限武馆 武者家属 可是 有些手段 虽然不杀人 可是比杀人更难受 我只能想尽办法 甚至用了千年黑乌根 通过哥哥你的朋友 李达威斯林 联系到一位大人物 让他给我 一千两百亿的 工商银行股票 我成为了 工商第八大股东 这才有权调动 国家特殊部门成员 保护我们家 不过李奥 从来没有放弃过 报复我们 从心理上 身体上 阴险的 龌龊的 什么手段都用 罗华摇头 现在爸妈 只能待在家里 我也没其他办法 爸上次过马路 都出车火 当时幸亏有保镖保护 否则命都没了 罗峰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左手握着的窗檐钢铁 都被握成了碎粉末 竟然 竟然 这李奥竟然这么不要脸 罗峰脸色铁青 都怪自己 那李奥归宿在欧洲之后 自己功成名就 就懒得理会他了 没想到 自己死讯一确认 这李奥竟然立刻来报复自己的家人 幸亏自己的家人 有着极限武馆武者家属身份 令李奥不敢亲自动手 如果弟弟能力稍微差一点 那后果不堪设想 混蛋呢 罗峰身体都有些站立 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杀意无法压制 数分钟之后 安慰好父母之后 罗峰在楼上练舞厅 我错了一次 不会再错第二次了 罗峰抚摸着顿天锁上 冰冷的密集刀片 目光犹如刀芒一般 让人心悸 李奥 你以为一直躲在基地室内 我就不敢动你了 的确是由法律规定 禁止在基地室内杀戮 而在基地室内杀一名战神 更是不得了的事情 可是 罗峰很明白 所谓的法律 是国家统治阶级来使用的 而如今自己真正失利 已经媲美行星级意见 一旦认真学习顿天之后 发挥出顿天锁威力 将更强 比一般议员都强 一名超越战神存在 杀一名战神 也许会惹起些人愤怒 可是 那后果不会太严重 罗峰能承受 低了一下 罗峰看向辅助光脑 启动战神宫共享系统 当年李奥夫妇 就是靠这个系统 确认王通两位战神位置 这是战神宫让战神们 彼此能在危险时候 互相帮助 才让每一个战神 都安装了系统 而今天 却让罗峰用来寻找李奥了 哦 竟然还在江南基地时 练武厅上方天窗玻璃开启 搜了一下 脚踏顿天缩 一身黑衣的罗峰 迅速冲天而起 化嘴道曲线 浮冲向智能战机 哗啦 舱门自动开启 金线网 罗峰看向舱内 精神念力如同无形大手 直接将金线网抓来 罗峰遥看西南方向 目光如刀芒 李奥 江南基地时 HR联盟商城大楼第32层 李奥 维尼娜夫妇二人 正在跟HR联盟商城 负责人交谈着 还有三个小时 才是飞行客机起飞时间 维尼娜低头看向手表 别急 你慌什么 李奥单单抖 那罗峰就要回来了 维尼娜皱眉道 我早说过 我们就乘坐飞行战机回欧洲 不很好 飞行战机 李奥摇头 道 就那一架价格才一百亿左右飞行战机 在基地市周围短程飞行还行 可如果长途飞行 长时间飞行 到了一些人 燕机为稀少地带 海域 那些地方的飞侵族群非常多 一旦出现意外 赶长途飞行 一般都是使用飞行客机 或者是智能战机 或者是极为高等 价格近五百亿左右的飞碟战机 更何况 这里是基地市 你还怕罗凤赶乱来啊 李奥吃笑一声 嗯 李奥一正 看向落地玻璃窗外 看外面 朱先生大吃一惊 只见远处半空中一道黑影 脚踏顿天缩 防飞到黑色闪电 直接飞向着玻璃 是罗凤 维尼娜惊呼道 是罗凤 李奥瞬间全身被黑色皮膜保护好 形成黑色战衣 黑色头盔 只是露出一双眼睛 轰了一下 玻璃撞开 罗凤你敢 李奥咆哮一声 同时猛地撞击向一侧玻璃 竟然直接遇到外面半空中 在李奥看来 到了外面半空中 会被基地室内各种监测设备轻易拍到 罗凤就不敢乱来了 哼 罗凤迅速穿透 嗖嗖嗖 一道道流光瞬间射出 足足十六道流光 仿佛十六条蛟龙在咆哮 强烈音爆 将整个豪华大厅都炸得地板碎裂 那位朱先生 是连滚带爬的到角落去了 罗凤那仿佛火焰燃烧的双眸 只是盯着李奥一个人 十六道流光沿着曲线 速度之快 不容李奥躲闪 同时轰击李奥身上 哼 匪刀 李奥眼中闪归丝不屑 轰隆一下 一股不可思议的可怕力量 瞬间透过黑神套装传递进来 即使削弱九成 这股不可思议冲击力依旧大的吓人 一柄刀片超过五十万公斤冲击力 十六柄飞刀 就是超过八百万公斤冲击力 就算削弱九层 依旧剩下超过八十万公斤冲击力 等于说是 李奥用身体没有任何防御的 硬扛超过八十万公斤冲击力 当初罗锋在九号古文明遗迹内 面对神秘黑衣人攻击 那近百万公斤冲击力 罗锋也是靠盾牌卸去大量冲击力 而后还是让手臂骨折了 单单盾牌就卸力一半 手臂骨折也卸去了不少冲击力 真正作用在罗锋身上的只剩下三四十万冲击力 可那样依旧让罗锋吐血痛苦 而对李奥是超过整整八十万公斤冲击力 一般情况下 李奥会被活活震死 幸亏黑神套装将这冲击力分散到全身每一处 加上它又是高等战神巅峰 比刚进入九号古文明遗迹时的罗锋 身体素质强可能不少 在半空中的李奥脸色涨通红 口中鲜血就仿佛自来水一样狂奔而出 仅仅是这可怕冲击力 仅仅这么一次 李奥整个人就丧失大半战斗力 不可能 不可能啊 李奥心中狂吼 我是高等战神巅峰 再配合黑神套装 就算超越战神存在的一员们 也最多一次将我击伤了 能将我一次性击杀的 在一员中也是非常非常少的 可是罗锋他 难道他突破了 是超越战神存在了 战神们都知道 高等战神巅峰 配合黑神套装 同级别无法将其击杀 就算一员们 也很难以找击杀 各位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